这个视频呢我要尽量控制我自己的语速 因为我一不小心就会讲得非常快 哈喽大家好我是Rai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减肥经历 也是上次po完那个50 facts about me 那个视频之后大家最想看的一个视频题材 我如何在40天内快速瘦身 瘦到了20斤也就是22磅 这样子一个体重的一个经历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是通过锻炼和运动健身 还有节食的方法在40天内立马缩水 减小了N个size 从60公斤到50公斤这样子的一个蜕变 是一个急速的 但是确实花了很多精力健身去达到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想要在短时间内瘦身 我建议你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但是如果你是距离你的目标体重 只有这个五六斤的差距 你本身就不是一个挺胖的女生的话 也许我的这段经历并不能怎么帮到你 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就是健身的行家还是什么 所以这只是我个人自创的快速减肥这样一个故事 我非常要感谢的是我在减肥那段时间 非常喜欢发朋友圈 所以我基本上就很好的记录了我当时所有做过的事情 还有我的当时的心态 所以正好也能够就是贴在我的视频里面给大家一个参考 然后还泡了一杯这样子小小的茶 希望我们就是能够以聊天的形式 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子做到的 那么为什么我要减肥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受到刺激了 我去了加拿大之后开始急速发胖 那段时间正好是要回国了 所以我就去买衣服 我站在试衣间前那个镜子前我就彻底被打击到了 我觉得没有一件上身就好看 因为身上有很多肉穿什么都不好看了 所以我就有点被打击 有点被刺激到 所以我就当时在镜子前面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剪下来 剪回我原来的样子 想跟大家说 你想要快速时间内一下瘦下来 瘦好几个size 这个信念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意志力特别重要 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你说 不行 我要瘦回我原来的size 我绝对不能再容忍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样真的很难看 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就是mindset 跟你自己讲 我不瘦成那样子 我就不会停下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 跟自己过不去那种感觉 但是正是这种感觉 让我真的坚持了下来 并且有了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力非常重要 我追求的呢 并不是非常受要骨瘦如常 但我会很羡慕那些模特的身材 就是追求比较健康比较匀称的身材 就是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目标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说 是大家要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 那么我这个经历呢 大概就是我基本上不间断的 去每天都去健身房锻炼三个小时以上 并且晚上达到完全节食的一个做法 那么锻炼三个小时以上 是包括了有氧和无氧的锻炼 一会儿我可以跟大家细节讲我做哪些锻炼 然后节食呢就是晚上完全断食 就是晚上只喝水 什么别的东西任何都不吃 所以有一点点极端 我这个做法 那个时候是在想 我不是一胖型体质吗 我就不信 我什么都不吃 我还会胖 铁了心了 就是横了心了 觉得说我真的什么都不吃了 其实如果我现在要是再回头看的话 我应该晚上会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补充一点水果之类的 锻炼三个小时之后 晚上回家什么都没有吃 真的非常非常的饿 但是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 就每天都在掉体重 记得初期的前13天 我就掉了10斤 所以基本上是每天掉一斤这样的节奏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讲 我都锻炼些什么内容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回国了 然后正好是在暑假 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健身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有在实习 但是实习就是很轻松 每天去然后打打砸这样子 所以说我大概四五点钟 就会去到健身房里面开始锻炼 然后四五点钟我准备一下 然后开始锻炼锻炼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 三个小时时间 那三个小时我就做什么呢 首先我必须第一件事情 我必须会做的就是跑步 跑步呢就会跑一个小时 当然不是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我一般的速度会控制在 四点八到五点二之间 然后一般我会跑二十五分钟左右 我就停下来 然后休息不是休息 就是再继续走 大概调到二点八这个速度 走那么五分钟休息一下 平缓一下心率 然后我再开始跑 所以跑步会跑一个小时 就是最有效的一个快速减肥的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有氧的段 它是全身 所以你身上什么每一个地方都在动 就消耗能量特别特别的快 我知道跑步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难坚持 对于我也一样 我在一开始刚刚开始头几天的时候 我真的只能跑十五分钟 我就累的不行了 但是我都是在靠就是我说的意念 就信念在坚持 我说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坚持 我一定要坚持 咬着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所以说但是呢 当你跑到三四天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耐力有会变好 而且你越跑你的耐力会越来越好 以至于我到后来就算停下来 也不会喘得特别厉害 因为我的耐力还有心肺功能被锻炼上去了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你身体能跑越来越久 而且你的耐力越来越好 而且你还会觉得每天做点 随便做点什么 以前你可能爬个楼梯都会喘 你跑步跑多了 你心肺功能变好了 以至于我后来停止锻炼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就是每天精力都非常充沛 都特别有活力 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很累 就是会把你的耐力锻炼的特别的好 第二个小时呢 我会做一些无氧的锻炼 那器械锻炼我做的不是说特别夸张 就是个个都锻炼一下 那样看其实听起来特别复杂 其实我做的很简单 基本上就只是仰窝起坐 还有一些就是拉伸平板支撑 和一些锯亚铃的动作 那仰窝起坐呢 我每天大概做那么60到80个左右 然后还有就是做那个 我最经常做的就是上身的锻炼 就是锯亚铃 就是买一个三到五磅的 这样一个适合女生用的 一个轻轻的亚铃 两个手 然后做一些亚铃的动作组 我觉得这个视频我想分享故事 所以我不想教大家 究竟具体细节道做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 就是各种就是你懂的 这种动作 然后各种锻炼胳膊之类的 对 然后做完这些动作组呢 大概就会花掉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这个小时正好你跑完步 也可以休息一下 再接下来一个小时 就是第三个小时 我就会投入另外一项 跟跑步一样 非常消耗能量的运动当中 那这运动当中 我会选其中一个 有时候我会去打搏击操 因为国内会有一些 那些健身房都会有一些课程 当然你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 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跳正多艳啊 就是你懂的 就是也要那种全身性的 非常消耗能量 那种全身性的操 我会打那种 就是国内那种 就是搏击操 这种操 就前面有人带 或者说我会去骑 那个动感单车 也是有教练带的 就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或者是我会去跳肚皮舞 或者是我会去跳 全身那种减肥舞 就是也是健身房里面 有人带着跳的 对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真的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啦 你真的对着电脑去跳那个箭矢 这些正对应减肥操之类的都可以达到 也是一个小时 所以说这三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组成 我每天都会去 每天都有坚持 至少这三项东西我都会做 然后有时候稍微感觉不好 你会说来姨妈的时候 那来姨妈的时候 我基本上可能就是做一做这个器械的运动 然后比较强烈的我就不做 那么两三天我就避过去 然后三四天之后 我又开始投入比较大强度的锻炼 我想跟大家讲 生活中会发生的突发情况非常多 这个时候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考验你信念和毅力的时候就到了 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的一些突发状况 那么我这四十天内呢 是有生过一场病 也是在中间的时候 每天身体就是真的在急速的消耗能量 身体有一点点就是虚弱 那个时候外面的天气就是酷暑 非常的热 每天出很多汗 然后又很热我就有一点感冒 所以我那个时候感冒的时候特别不好受 又流鼻涕又有点发烧 就特别难受 我是大概停了两三天完全没有去健身这样子 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非常的虚弱 所以这是我出的一个想要的状况 就说大家如果也要有一段这样锻炼的过程的话 就要注意保暖 注意不要着风感冒着凉 第二个出的状况就是非常的饿 我前面也说了晚上会特别饿 因为晚上不吃饭 尤其你锻炼完了 你回家洗了个澡 你又不吃东西 然后到了十一二点真的特别特别的饿 没有办法能够阻止的 但是你为了瘦 我觉得饿这个东西是 就是你要忍 是可以忍下来的 毕竟我就可以坚持下来 然后还有饿的呢 有一个臭一阵 就是你每天睡眠会比较不好 因为你身体里面锻炼 你身体里面血糖都给你消耗掉了 所以你睡觉就会很不踏实 而且每天早上醒会特别早 但是效果会特别好 所以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都是一个惊喜 因为每天你就看你自己臭一大圈 因为一斤一斤的往下掉你真的每天看到的那个效果 特别明显 所以就是让我印象深刻 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有毅力 记得就是我回了家 我看到桌子上面摆了 就是画眉 只是画眉哦 就是一颗一颗那种放在袋子里面那种小画眉 我想说我都没有吃饭了 我吃颗画眉吧 我把画眉拿出来 然后放在嘴里 我抿了一下 然后我就跑到侧头去吐掉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坚定 我现在还有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候特别的被我自己所感动到 对我如果没有这样子坚定的信念 我可能也受不了那么多 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讲出现的状况 就是朋友圈负能量 因为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share自己健身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喜欢share自己健身的过程 其实底下当然有很多很多鼓励我的人 但是也会出现一些负能量的声音 就是你朋友圈里面总会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理解 就觉得你这样子不健康不好 就你这样做会很容易反弹 所以我有就是结一两个图想给大家看 其实当时这是真实 就是我朋友给我的评论 我觉得这种评论不是说他们不好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程度上的让你气馁 就是让你一下你的士气会减低 因为你的朋友如果跟你说 你这样很容易反弹的 哎呀你不要弄了 我觉得你这样没有用 就是你会觉得一下就消磨了士气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定要学会调整心态 并且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然后所去避免这些负能量 所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 很多人会问这40天之后 你是怎么保持的 你吃什么呢 有没有反弹呢 我体脂率下降了 代谢率上升了 在我锻炼完了之后 我马上恢复了正常的饮食 我说正常饮食 不是说胡吃海喝 狂吃零食 不是就是正常饮食 一日三餐这样子 是完全没有反弹 并且过了半个月之后 我再撑 又接着瘦了那么两三斤 我觉得通过锻炼健身 这样减肥的方法 真的是特别的 对身真体特别的好 而且还不怎么反弹 真的是一个 大家需要去下定决心 做就会有非常好效果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在自私的天结束之后呢 我基本上每周还是有定期的 大概去一到两次健身房 跑跑步这样 然后我平常在家里面 也会做一些健身的 就是小练习 那个瑜伽店 然后自己有买亚铃 就是做健身的练习 就是掉了的 这是二十斤肉 两年过去了 也再也没有反弹回来 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总体减肥心得 把它写在手机上面 就是我就直接给大家念 因为我不想讲太多 一呢 就是减肥是没有洁净的 如果你想像我一样 达到一个脱胎换骨的 这样一个效果 你必须要付出努力 通过节食不运动 那些小打小闹的方法 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是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帮你 一下子脱胎换骨 瘤下来的 第二呢 就是锻炼不仅仅是为了减肥 更加为了是健康 在我这个过程结束之后 我的身体变得特别好 就是做什么运动都不传 而且每天精力充沛 第三呢 就是管不住嘴 你肯定会失败 没有人能光吃不长肉 这句话真的是 大家要记住 就想到我那个化眉的 小小的经历 如果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 你的吸收会变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管不住嘴的话 你反而还会发胖 这个就是真的要管住嘴 第四呢 就是自己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没有豁出去的决心 你就掉不了肉 至少在短期内你掉不了肉 就是像我那样子 要有豁出去的决心 觉得我一定要脱胎换骨 我一定要瘦下来 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 不一样的我 第五呢 就是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体重 一天一斤一斤的 在减少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受的 所有的痛苦都值得 第六呢 就是避开所有的负能量 避开对你那些质疑的声音 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要有很强的信念 支撑着你自己 第七点呢 就是建立目标有信念 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目标 对于你自己来说 是一个duable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如果你是比如说70公斤了 你想说你减到50公斤 那你就要减到40斤 那可能在短期内 你就是会要难达成 可能你需要一个更长的 这样的一个实践 从70公斤 先说瘦到60公斤 或者先瘦到65公斤 63公斤 就是合理一点 这样你也比较容易达到 第一来说就是还是要靠自己 你们要相信我 当你很努力的时候 你看到效果了 你会觉得你所有的痛苦都值得 所以说我希望我这个视频 就是能够激励到所有 就是想要 短时间的就想要脱胎忘苦 就想要马上瘦起来的女生 点点激励的作用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必须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觉讲了好多好多的话 然后茶也没喝多少 对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